有一名 外南二港的 陪四名 強煩 跟他們的工鄉 抓起來 帶去婚臨 跟被海人的家宿 討論一億 外南一年後 所以在軟件過程當中 跟被海人協事 還跟私鐵拼在甘蔗 博情 強煩已經找到這五名嫌煩 以女人 故意太人作嫌 而且有傳統靠近嫌疑 向婚臨電話音聲稱既 強煩去外南二港 住的地方 跟小嫌煩跟人幫票 小嫌二港丁人站起來 有個在門口直接向阿座 有個在小嫌煩來向阿座 有個在小嫌煩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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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南就小嫌二港丁五的人 今年三月因為小嫌跟他一樣 小嫌煩的二港贏到的錢 所以設計跟他為途循 偏去婚臨島啦 還去處互一間港料關在那裡 他過時是向小嫌煩的二港贏出來的人 跟他賺兩位外南盾 另一代表二十四萬五千塊 錢拿過手後 所以沒有照片照鏡把人幫出來 所以又把人騙去保重的一間 蓋車理官官在那裡 而且用衛生紙和鐵部 把他的水平放起來 作成這個省武的二港失望 後後把師傅帶在當地一個 台湯的檢查圈裡面 檢查就通報後正辦 四月齊召集跟這五位人代報告案 蓋貨越南籍共犯四名 台籍共犯一名 今本屬檢查官宣容後 認為被告等人涉嫌 擬人勒訴而殺人等罪嫌 檢訪十二月的保 在檢查圈歐到這個省武二港的為替 後來會做尊嚴跟該伴來靠近失望的原因 那若世磊的嫌煩 和他鎮東的三位鎮鄉的二港 也有臺灣借鮮庫的十部人 農總五位人 去有檢訪以實現反映法 意度力修來抓人 而且故意殺人多 另外也有傳統不正都沒有疑惑 所以向婚臨電影反映 聲稱疑惑 記者 總合佛道